睡衣女侠最近红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 渴望正义 渴望超人式的英雄人物 来弥补我们 自身无助的和怯怒 睡衣女侠正是我们这种 渴望之下的符号 另外我想说的是 见义勇为也需要 讲究智慧和技巧 要给嫌疑犯一个改过自新的道路 而不是逼他走上死路 或者绝路 城城很喧闹 空门也不清静 1994年 在江西九江南站铁路宿舍 发生了一家三口 灭门的惨案 事发后呢 涉案的六名罪犯先后落网 但重大案犯徐新莲一直外逃 17年后 已经化身为杭州静慈寺的监院 唯敌大师的徐新莲终于落网 今年4月20日 在九江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时 徐新莲泪流满面写下了悔过书 真是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 虽然佛家有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说法 但我更愿意相信 愿意有头 再有主这六个字 因为 穿生衣未必都是和尚 和尚口念的未必都是佛经 对菩萨顶礼膜拜的 也未必都是觉悟者 徐新莲大概是我们所知道隐藏的最深的潜伏者 有时候天使与魔鬼就在一念之间 深受重伤 一亮的家庭因为要给一亮治病 不堪重负 花尽了所有的积蓄 但是学校在善后处理方面也是一波三折 一亮的父母也在极力地争取 学校能给一亮一个见义勇为的一个称号 但这个问题到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VTR 2011年4月9日 受班主任的嘱托 同学彭凯邀一亮一同去看望患有抑郁症的同学张仪 两人来到宿舍楼 发现张仪站在宿舍楼7楼楼顶边缘 预寻短见 彭凯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 一亮则大声劝说张仪不要做傻事 不幸的是张仪还是不听劝阻 从楼顶纵身跃下 看到此景 一亮姑娘张仪落下的地点离自己有三米远 她来不及多想 便一个剑步冲过去 张开双臂想接住她 咚的一声闷响 张仪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一亮的右臂 落地身亡 一亮当场昏迷 当她醒来时 已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抢救 经医院检查 一亮被砸成重伤 肩 颈 肋骨等十多处粉碎性骨折 而校方对此事一直持保密和不做宣传的态度 为何一亮屡次申请建议勇为称号为果 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眼睛